你好 卢台长 你好 我想看我自己 我是六八年属猴的 六八年属猴的是吧 好 看到了 讲吧 我是今年五月份的 这就是隔的乳腺癌 现在做了化疗 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病情的状况 现在非常好 根本没有扩散 所以你不要想得太多 没事的 但是你有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 可能是你过去调过的孩子 你打过胎的 是的 你要把它念掉 它现在还在你的乳房上面 那我要念 你不要嫌多啊 八十张 八十张小八 好吧 你把它念掉的时候 我可以叫它来看你的 你念到一半四十多张的时候 我就可以叫你到梦里来看你 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 但是你不认识他 明白了吗 那我还要放生 放生要放生 我已经放生的一万条鱼了 一万条鱼是保佑你 让你化解点冤结 然后让你暂时 不会有生命危险 是严寿 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你要消灾 消灾要靠自己念经 每天要念四十九遍 消灾即将神咒 还要念心经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十七遍 还要念礼佛 每天念三遍 好吗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景象 也就是说 你过去 我不知道是你这辈子还是上辈子的 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被你杀掉 像小白兔也不知道像小白鼠 就是这种会爬的那种 很多 你有没有做过实验呢 没有 或者养过鸡养过鸭呀 或者养过什么东西呀 都没有 你当心了 全部都在找你麻烦了 好吗 那我要念 晚生咒吗 什么 要念晚生咒吗 晚生咒 念小房子比晚生咒厉害 小房子里面已经有晚生咒了 好吗 好 你要当心 真的 你这次非常 非常的危险 你现在是个姐你知道吗 你现在几岁啊 三六九吗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七是吧 刚刚 刚刚四十七 你的病就是四十六开始 对 看见吗 那我 很想知道我家里有灵性吗 家里啊 对 家里有 一走进门 门啊 你们家呢 好像有一样东西挡住的 门不远啊 有个东西挡住的 这堵墙里边有一个黑的 有点像一个爬行动物一样 四个爪子的 你们家有没有放了什么图画 标本啊 没有 有没有那个吊灯啊 这个吊灯好像有点像张牙舞爪的这种 有吗 有吊灯 但是像闪行一样的 像闪行是吧 是不是你有时候看见会觉得怪怪的 你回去再看看 灯是不是经常不亮不亮了 灯之前有 嗯 它就在这个上面呢 是吊灯是吧 对 下面是一个玻璃的桌子 那我还要念小房子吗 给他念十七张小房子 要房 房子的要经者 十七张 好吗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本来是一个大姐 你要不念经的话 你可能这个节会过不了的 好好念吧 好 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现在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症状以后是 还有什么发展吗 我已经跟你说了 现在蛮好 你如果不好好念经的话 这个灵性不跑掉的话 它还会影响你另外一个乳房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再告诉你一点 看见你的颈椎啊 很不好 是 酸痛 好吗 好 其他没什么 当心一点 泌尿系统 小便多 是 好了 好 谢谢 海长 谢谢